这个主持人张绍刚和谢依林还有张大大啊 最近呢是参加了一档和时装有关的综艺节目 那既然是和时装有关的节目 所以我就想在节目当中一定少不了有这个走秀的环节 哎 你说的没错 那在现场呢我们就看到张绍刚是直接从这个主持台上 跨界到了梯台上 大喘气呢 我以为你要说他在这个梯台上滚来滚去 没有啦 他是上演了人生第一次走秀啊 那到底他走得怎么样呢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是您人生中第一次走秀吗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就是走了一下而已 因为对因为对因为我也我也没打算干这个 我说实话 我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开始粉上他的 你为什么要发出这种 我有慢性奄言 当然他的颜值我就无法粉上 可是他的颜品还有他的内心 可恶我只粉上他的颜值 真的吗 那刚好那外表归你内心归我 好不好 个性的发型潮流的装束 时尚版赵上刚正是上线 小伙伴们是点赞还是灭灯呢 虽然在某时尚类综艺节目中跨界当了回南模 但张老师依旧没扔他标志性的毒舌技能包 身为节目最核心的主持人 善于怼人的招上刚可以说是拥有无限开火权 除了像上面那样对几位搭大的业务能力进行吐槽 他在现场点拼起身边人的着装也是毫不留情 哪个当天都不得说 你买个袖子这么长的衣服 你上身穿的像冬天 下身你关个腿 是吗 而谢依林呢 那不是不一样 就是没有人这么穿 你都把我穿几眼了 我穿了个大外套 刚刚说谁家小孩会穿外套在38度 看你这个感冒 就现场有一半的人举手刚刚气到 准备来的结婚当场收官 当场收官 不过话说回来 我觉得谁说这个模特儿就必须是大长腿 而且是瘦骨灵循呢 你看绍冠老师在台上走一走 也让很多胖人看到了希望 对而且引领了不一样的时尚嘛 对吧